一帮山贼劫持军下 杨家将道明身份理贤讨压 山贼却是不屑一步 一声令下顿时打成一团 可他们那是杨家将的对手 马子三两下就被杨武郎给牵住了 你领下我杨家枪没有 这是又一帮山贼赶来之远 歹头蒙面的却见到杨七郎拔腿就跑 七郎立即飞奔上去劫住去路 打斗之际扯下蒙面 一看竟是帮助过自己的杜金 原来是你啊 怎么 要杀就杀吧 你救过我的命我怎么会杀你的 想不到上次说了后会有期 这么快又见面了啊 这是有缘千里来见面吗 有缘 七郎希望交出军饷 可杜金却说自己做不了主 还得向父亲请示 七郎听说令尊就是头目很是惊讶 杜金讲述他们虽是山贼 但只是劫富济贫道义有道 七郎听了更加敬佩 本想劝祥归慎朝廷 五郎却在这时追了过来 杜金见状赶忙离开了此处 哎呀人家被你吓跑了 不要紧的 所有的山贼都让我给放了 全放了 五郎是要山贼心服口服 只要下次再抓到 不怕他们不肯交出军饷 第二天令大队人在山下等候 只带了少许人再次探寻贼窝 由孟良沿途坐下路标 若是日落尚未返回 大队人再沿路标上山之远 几人翻山越岭四处寻查 忽然听闻有人呼救 顺着声音来到一处悬崖边 看到崖下有位受伤道长 五郎一跃跳到崖下 想被道长离开此处 却是再怎么用力也背不起来 道长见他善举拿出一个锦囊表示感谢 嘱咐五郎一旦遇到危险 锦囊可以逢凶化吉 五郎接过锦囊申表感谢 飞身一跃返回崖上 本想放下绳索拉道长上去 却发现道长凭空消失了 一瞬眼不见了 难道是鬼 光天化日的神仙还差不多呢 带着疑惑继续探寻贼窝 七郎看到山贼旗帜就要往上冲 五郎赶忙将其拦下 吩咐几人原地埋伏 兄弟二人则带孟良交在深入暗产 几人寻到一处山洞 发现明显有人住过 里面却是空空如也 财物已经被转移走了 气得七郎一阵打杂 并且不听五郎劝阻写下声明 导动者杨七郎 五郎劝他不要挑衅 七郎却是调皮不听 孟良交赞也是气愤 这时忽然进来一位妇人 立即上前刀架脖子 吓得妇人心惊胆颤 赶紧解释自己只是个做饭的 求几位大侠放他一马 孟良家以恐吓让其带路寻找山贼 妇人只好乖乖顺从 可一路却是磨磨蹭蹭 孟良动不动就刀架脖子 吓得妇人晕倒在地 又说脚已受伤走不了了 五郎只好让七郎背着走 妇人就向丈母娘相鼓隐 看了看杨七郎表情显得非常满意 打斗之际妇人趁乱躲进丛林 一帮山贼不堪一击 杨家将很快将其拿下 唯有杜金未被控制 五郎提出要见令尊 杜金健壮只好答应 但不是杨五郎而是杨七郎 七郎虽是武艺高强但也胆怯 见到寨主李贤下事 当他曝出自己身份时 寨主顿时怒不可遏 当即就要卡了导洞的双手 杜金赶忙上前阻止 奈何寨主正处气头 举刀非要卡了杨七郎不可 这时父子二人拉扯起来 寨主胡须居然脱落了 债主看女儿对杨七郎一见钟情 给出选择要么是死 要么就是娶了女儿 杜金听了暗自欣喜 更是羞得低眉垂眼 至于受绑的杨七郎 为求自保之好同意 并且表示求之不得 债主决定当晚就成亲 山寨里面欢声一片 唯有新郎愁眉苦脸 丈母娘喝得如痴如醉 强把七郎压入了洞房 我为什么要给你扣头啊 哪儿是膝下有黄金的 你有种 五哥 不用怕 我们没什么事 一会儿你们就有事了 我锁三声 如果你不贵 立刻人头落地 三 杨七郎被迫做了新郎 为求杨五郎不得不认怂 本想三跪九寇就会相安无事 却又被骗喝下迷药晕倒在地 新娘与寨主喜得凄朗 喝得鸣鼎大醉 杨家手下看几人许酒未归 顺着标记找到山寨 趁着山贼喝得烂醉如你 有惊无险救出了几人 而且找回了被劫的军饷 杨叶要去包袱做客 叮嘱儿子勤奋习武 妻子正在切磋舞异 忽言裴贤面部带上回来 原来是朝廷涉类选拔先锋 潘家三子在擂台上气焰嚣张 裴贤才去教训潘家人了 七郎听了很感兴趣 兄长告诫他攀杨两家有业在先 杨家人是不可以去打类的 七郎嘴说只是去看看 可兄长了解他最爱惹是生费 便让孟良将其关在屋内 哪知他狡猾地骗过孟良 反将孟良关在屋里 带上裴贤前往擂台时 看到潘家家叮其压百姓 顺便将其教训了一顿 你别走啊 我一定会在这儿 旁观者劝他赶快离开 七郎却说一人做事一人当 并且搬来凳子在路中间坐等潘家人 家丁跑去寻求主子做主 潘家三子顿时打磨 要无扬威要去泄愤 过去一看竟是洋气了 只好乖乖收起尾巴绕道而行 擂台上面鼓声响起 潘豹第一个趾高气昂走上擂台 众人知道潘家三子诡计多端心狠手辣 卡了半天无人敢去应战 唯有男子周林不甘实用 飞身一跃上到擂台 打得潘豹错不及防节节败退 潘龙剑撞暗气商人 潘豹趁机将其踹下擂台 接着下去一招逼命 七郎一看周林死状叫嚣不公 揭露潘家暗气商人 并且血液发黑暗气有毒 七郎怒火中烧大打出手 场面一度不可控制 潘豹自然不是对手 潘龙剑撞又以暗气偷袭 裴贤因此上去保护 潘阳双方打成一团 混战之际七郎不慎失手 打得潘豹一头撞在了石石上 裴贤剑撞赶紧叫上七郎离开了现场 潘家人等把潘豹送回家 发现身体已经凉凉了 大狼言平就怕七弟惹事 不放心才过来看望 发现七弟不再正向孟良盘问去处 七郎这时回到家中 他还不知潘豹伤势本想演完大哥 哪知潘豹已经死了 潘家人已到了门口 七郎只好说出实情缘由 几个嫂子与大狼商议 还是让七郎回避一下 八妹赶忙去给收拾行李 潘红带人来势汹汹 扬言不把杨七郎交出来 就要下令搜查天波府 国账 先王御资金简在此 请你自重 那请不吝点赞 订阅